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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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看到最近好像特朗普那裡 有多少好消息的樣子 在喬治亞州 喬治亞州好像挺好的 連州也開了會 大家看我前天 不是昨天 或者昨天今天 看我9號 我9號有4篇連續的報導講特朗普的案件 第一篇就是喬治亞州 2020年有沒有盜選 選票的問題 做到現在就開始 喬治亞州就做了一個委員會 我們知道威斯康城出了問題 我們知道了 那時候已經爭了很久 現在民主黨那邊壓不出來 喬治亞州壓了這麼久 喬治亞州的選舉委員會 指定了一個監察小組 就去監票 只是一個院 只是那個福登 County 亞特蘭大那裡的大院 黑人院 就已經是找出多少呢 找出了 起碼有3千7百多張票 是重申點兩次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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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Domino那些怎樣怎樣的問題 一直出問題 那現在就很難 九分證去2020 到2024 所以今年這個委員會就說 一不就是他們派一個監督員 一個監督員不是一個人的 一批人 去監察這個院的選舉 一不就是罰款 這樣 那就是差不多是 上面判定下來就是2020年 2020年 特朗普在那個州上 只有一單就抄出3千7百多張重複點票 還說有三十多萬張 不知道是怎樣的 有問題 簽名有問題 是的 是的 說那些簽名分分鐘是用 不是人簽的 是用那些刷子簽的 是用打印記簽的 是的 歐文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上次一直都說 就是很多人 因為這些報導 沒有大幅報導 又不是很清楚 就是都說2020年選舉 到現在2024年又亂了 偷票什麼 都是問題來的 民主黨的州全部是問題 現在共和黨的 就是在這種搖擺州 共和黨下了很多力量去整 就是法律上整 好像這次佩蘇巴尼亞一樣 以前說鬼白符簽的名字 現在不行 現在computer一樣回來 對簽名 這些有機投票 對得很嚴 不對就扔掉了 所有這種處理投票 這個有十幾個州 都根據疫情完了之後 改回他們的投票法 所以我們這次看2024年 我再說一下那個Faltern County 它現在說要改革 要收拾來做 還是這個county 還是整個喬治亞洲 喬治亞洲 本來是不是這個county的問題最多 你記不記得當時 這個就是亞特蘭大那邊那個 這個founty就是 你記不記得有兩個女人 就在彩底下 拔出兩大包選票出來 是的 就是這個county 就是做票那些 沒有第二個地區 老實說 全部有做票傳統的 就是大城市的 黑人城市的黑人區 芝加哥 費城 喬治亞 華盛頓 這些 為什麼呢 這個有解的 不是說 就是他們現在突然間 散散出來的 這個是因為 就是 黑人給投票票 三十年代 羅斯福他們以後 就要推動黑人 去投票投民主黨 就到了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的時候 就訂了民權法 就不准阻礙投票 因為當時很多南方的州 那些種族主義 是用阻礙投票 你投票 你要投票 你看看你爺爺那時候 是不是投票的 你可以有公民 要不是你要考試 那很多客人自不懂的 那就叫Protest 那考試呢 有沒有交過稅 有什麼什麼 全部搞到很多黑人投不了票 所以1965年的民權法 就是規定 不准阻礙黑人投票 那在不准阻礙黑人投票以後 為了動員黑人投票 民主黨的人大量就去到黑人區 就幫助他們登記投票 那黑人區自己的黑人勢力 發展了起來 他們有一個套 拉票的手段 那拉票 拉一下就發謀 就做票 就是做票 做假 隔壁 你隔壁 有沒有投不投 我和你投賣 那種情況 就出了很多這樣的情況 那這些大城市的地區 就有這種傳統 紐約市都是這樣 是嗎 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小數民族黑人區 就是民主黨那些 下去 就是欺負那些人文化不高 其實這些純粹是欺負別人 老實說你說好像增加了黑人投票 但是實際上你就算幫他們投了票 叫Ballot Harvesting 就是選票收割的 你幫他們投了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投什麼利益 所以 那比如說 比如現在你發展搞定了 喬治亞州 它就整個州計算 那個州贏了 就給了 給了 那些叫什麼 是的 叫做Winter Winter takes all Electoral College Electoral College Electoral College 就是說 你說好像潮治亞州 是不是只是Foulton有問題 還是有幾個 裡面有幾個 老實說 真的只是Foulton County有問題 我覺得喬治亞 整個 喬治亞三分之一的人很嚇人 基本上住在那裡 其他地方沒有聽過出問題的 沒有聽過出任何問題 就是喬治亞 原來很穩定的共和黨州 保守州 就是那裡出問題了 就是市中心那裡 就是最繁忙的市中心 就是黑人區 黑人區嘛 就是喬治亞 就是亞特蘭大 我對亞特蘭大很熟 你就不敢進去那些區 不是你很熟 你都不會熟到那裡 我那時候跟那個總統 黑人來的 我跟他很熟 我打算那時候那年搞奧運 在Atlanta搞奧運 186年 那時候中國去 中國去 不是不是 我那時候在隔壁建了一間酒店 CNN不是在體育場隔壁嗎 是的 隔壁我建了一間酒店 那裡很大的 88年 88年 哎呀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很多黑人 我看到那些官都是黑人 馬丁綠都甘過出來的嘛 嗯 所以 實際不差的 城市都不差的 那你那個George 為什麼不差 可口可樂在那裡 是的 可樂是我的人客來的 我做些禮物給他 他買的 因為很多 現在麥當勞那些全部用可樂的 很厲害的生意 不只是靠在超市買的 那些那些餐廳用的 那些可樂厲害的 那些人厲害的 厲害的 然後Georgia Tech挺好的 Georgia Tech很出名 Georgia Tech是僅次於 Caltech之後的 哦 美國幾間理工學校最好 MIT 就是港是理工 就是理工 第二間就是 第二間是Caltech 就是加州理工 第三間就是Georgia Tech 排名 排名 有時候Georgia Tech還好過加州理工 很有名的學校 然後下面 就是Georgia Tech都很好 那現在主控官 主控官那件事 容許特朗普上訴 是嗎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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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上訴 特朗普上訴了上去 那件事是上訴法庭 特朗普上訴是上訴的 要disqualify 要DQ這個檢察官 是 是 主控官已經遲了 那個程夫已經遲了 是是是 就要DQ這個檢察官 結果上訴法庭接了 就是他們現在所有的目的 都是要在大選之前去開庭 是 那你打根法律程序 就開不了庭了 所以上訴法庭 一接了一頂幾個月 肯定開不了了 想都不用想 所以 那現在受理 受理就是說 給不給他做主控官 是嗎 給不給他做主控官 檢察官 給他做主理這件事情的檢察官 是 問題就是 這個就算是給了 都要做很久的 那他開庭就開不了 他又蠢又頓 一起訴起訴了19個人 這樣就有時間去做 那件事就沒有了 就是對於 我今早還聽了什麼呢 聽了喬治亞州的參議員 是州參議員 審問他怎麼撥錢給他 怎麼撥錢給他 我告訴你聽到我說 真的 都不知道有什麼好笑 簡直是那些 就是說很多錢 一年的預算是2千萬美金來計 幾千萬美金來計 但是撥錢那種手續 好像小孩子玩泥沙那樣的 你要求我什麼 沒有人完全沒有去審查 沒有什麼 聽了聽了好像很合理 這樣就批了 你現在不見到周一級 你想一下元邦那裡的錢 你現在說2千萬 現在在說2萬億那些呢 我真的沒見過這麼兒戲 他那邊問你們怎麼撥錢 怎麼批給他 譬如他那些六十幾萬 怎麼批給那個 那個程夫 完全是這麼容易的 全部都是 是啊 這樣就批了 差不多單百條 我看到你的那些納粹人 真是穩困 真是穩困 他就這樣 他就給了一張條紙 我做了幾個小時 2月250個小時 我竟然有一張做了24個小時 那又批了 我簽了一次批了 明顯是騙人的 如果我們私人律師 10分鐘5分鐘都是這樣計的 他24小時我那天做了 所以這些就真的是 不不不不就重要了 這次炒了個魷魚了 那就沒有跟他追回錢了 錢就去到沒有了就算了 沒有了就去了 我告訴你 我真是 就是美國那種闊老法 就是闊老爛你 真是不斷就不斷就這樣 哇 糟糕 中產階級陰功啊 納粹人 你想想你一年交幾萬元稅 所以我很不抵得 我就寧願不賺錢 所以那些美國納粹是很生氣的 而且說那些什麼 獎學金突然間已經不用還 不是獎學金 借錢 借債 學費借錢突然間不用還 那些人很生氣的 就是他實際那些人 個個都很守緊的 僅僅救的 是不是 又要供房子又要供車 這樣很緊張 看著你這樣浪費 接著呢 一聲就拿他的錢 又說不用還錢了 又跟他免了 哇 這件事我猜他激怒很多人 如果這樣就激怒了 是啊 這次激怒的人就多了 這次拜登不還錢 激怒就是中產階級 他們就想用還錢 這個來整個學生那些 連那些買的那些人 直接買票 但是呢 這次拜登現在說 如果是以色列走去打入哈馬斯那裡 是啊 他就不運武器了 扣著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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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著就不給以色列去打 哇 哇 大件事 明顯要救哈馬斯也沒有其他 大件事 那就得罪了所有猶太人 所有的 猶太人 這次猶太人不肯了 以前就說這件事 這次猶太人不肯了 這樣扣武器 而且他扣武器 是否合法還有問題 是啊 因為最後國會扣了錢 是啊 你說很難說不合法的 不過這件事呢 對他失分失得很厲害 不是 國會有得爭的 這個法律是國會叫你 什麼時候送去的武器 就是有規定的法案 現在這樣說 因為他這樣 這個問題很有問題 總之他現在就好像 就顧得一頭顧不到一頭 拜登好像就整個傻傻 所以他就被人一路 這邊推一下那邊推一下 誰推得大力就推到哪一邊 這樣 這件事對特朗普很有利的 你這樣搞猶太人 我就不看別的樣子了 你看有一個總統 是個國家主心骨來的 總統總統 特朗普無論怎樣 他知道他在做什麼 現在我就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而且他的兒子還是上訴法庭 上訴法庭就剛剛 他的兒子不是非法持槍被人起訴的 上訴法庭 就是他上訴說要dismiss 說要不審 上訴法庭否則繼續審 最高可以判到25年 那就不會25年了 可能幾個月 兩三年都不會 非法持槍已經太多了 所以就看一看 小夏會不會 會不會現在過去 過去過多一點 會不會換了拜登 我覺得還有少許 有少許的機會還可以換 大家看7月底 民主黨代表大會 不是說完全 但是如果換了之後 他們現在有個 就是說如果換了拜登 就叫做包輸 是 如果是包輸 有時候你如果換了他 你不換他 整一下整一下都包輸 所以你這樣一想一下 就要不是如果是輸了 但是為下次打出一個 這樣的作準備 也是 因為你一般來說 總統如果是要兩屆 跟現任總統競選很難的 但是2028年 特朗普不能夠選 如果是上了去 他只能做一屆而已 只能做一屆 就是下一次的選舉 就是如果大家 那民主黨的時候 我都在那裡 就建議說 如果這次真的這樣 不行 就乾脆大家 注重於下一屆選舉 我們又不知道 到時候7月底才看 到時候都跟大家說 小雅 另外有個 我記得 那時候奧巴馬上場 是金乃迪家族支持他的 金乃迪家族 你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 但是支持他 他今次會不會回報 給Robert Kennedy Jr. 已經說了 不支持他的 整個家族 整個家族已經 RFK他們不會支持他的 因為他已經很多 政策上跟民主黨走得很遠的了 是 特別他對疫情 對那些事情 整個家族已經不會去支持 沒有欠什麼人情 不是欠人情的問題 而且 Kennedy家族 正在支持拜登 已經公開說了很多 他的妹妹 出生 每個人都支持拜登 按照支持民主黨候選人 所以 Kennedy上不去 為什麼呢 他們如果是說 假設這樣說 你說Kennedy回來 你做民主黨候選人 Kennedy Harris 何錦麗是否肯定 當然不肯定 不能這樣 黑人社區肯定 整個跟你反了 何錦麗最近很活躍到去競選 是嗎 是啊 你不能回補他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特別是用一個白人男人 來取代一個黑人女人 想都沒有想 但是他搶了很多分 搶了很多 搶分是一回事 民望 民望你可以搶 但是 要民主黨來換到他 想都不用想 不可能 想都不用想 所以他現在就作為獨立候選人 是啊 因為他原來是欠民主黨裡頭 結果民主黨 連那些選票都不讓他上去初選 是啊 他上去初選很難說 這樣就輸了 如果這樣就輸了 如果拜登和Kennedy Harris上 就是輸了 那看吧 我們看 最要看是7月份 民主黨在芝加哥開代表大會的時候 下面那些激進學生會做什麼 是不是重複1968年 那些學生後面很大的支持力 看他們越鬥越勇 唉 不是 有這樣的問題 在這裡這樣說 現在美國大學 所有美國這些問題 出了問題 都是在吃自己的苦果 大學是這樣的情況 大學就 嬰兒朝一代人很多 大學見到很快 中國其實後來 90年代 10年代 也是見到很快的大學 突然出了這麼多大學 這樣 美國大學 擴出很快 在2000年以後這一代 突然間 2000年 美國的人口出生率是2.1 即是說 你是救 replacement 即是一對夫婦生 2.1個小孩 剛剛夠人口持平 不失去人口 現在美國的出生率是1.6 天氣一代 在進入生育期 1.6 這個是 歐洲更慘 瑞典0.8 那些幾年沒有人 那美國的1.6 它就 突然間大學就發生了 學生生員少了 我呢 我自己學校 2013年 2010年 到2013年 我做了一次 我們這個學校校董 當時是40萬學生 都幾好 招生什麼的都 有時候不夠課 那 今年 即是我再回去 上一年我回去做校董 法國才得到23萬學生 少了十幾萬 我們還不是少得最快 那很多這些好大學 特別是長青棠那些 他們又習慣了這幫人 就花錢習慣了 死這麼升學費 為什麼死這麼升學費 那些教授的工資 我去哈佛那時候八十年代 那時候一個終身教授 即是如果是你剛剛 入了終身教職的時候 你的工資是7萬到9萬 是 現在應該是22萬 那這個是這樣 同時 學校的行政人員 就增加了很多 斯坦福是最有名的 行政人員的數目 和學生相等 每個人都拿十幾萬 十萬八萬那樣拿 還有幾十萬那樣拿 那這些特別的DEI以後 那些小數族裔的政策以後 整個部門 只是Stanford 一個學校有二百七十幾個人做這件事 只是做這件事就知道 推廣這些事情 推廣這些 有二百多人 是的 他自己說七十幾個人 後來就是人家一路查 二百多人 這個是這樣 那學生人數就減少 學校的支出是死的增長 你要靠什麼去補呢 一個是靠拼命去政府拿錢 那這個政府奧巴馬那時候 做了九千億那些 那個刺激經濟 那些學校拿了很多 但是為什麼長期 現在美國弄成這樣 這些單位 真的是值錢 第二個 招外國學生 大家想一下現在 就是美國大學的長青藤校園 三分之一外國學生 哪裡來的外國學生呢 原來我去的時候 韓國 我去哈佛的時候 二百多香港大陸聯在一起 現在到處都是 就是中國學生 中國人有錢 死的 要獨藤校 獨藤校過來 這是第一 第二個 石油國家 中東的有錢 哇 大量的人送來 送來呢 現在就是 Columbia他們的遊行 那些刺威 有一半人 就不是學生來的 外邊來的人 剩下的學生 一半呢 一半是外國學生來的 本國學生的人 反而沒有多少 就是 整個主要主題 那這些外國學生 他暑假 他要 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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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拜登 扣著那些武器 現在那些選民很大意見 如果選民那裡肯定多數是支持意識 那些民主黨 那些民主黨很左派的議員 那些四人幫 就挺著他 那他看著米歇根 米歇根 有很大的 有幾萬 阿拉伯人那些 那些 推動得很厲害 那些要美國去死 那些人 推動他 他是就那些人 那些人 他有幾多條 有限的 那些人 但他集中 很多時候 你説猶太人 猶太人已經分了 猶太人集中在紐約 紐約的民主黨是不緊的 紐約當然是不緊的 民主黨自己 那你跟著 你散在全國各個地方 佛羅里達 是紐約 猶太人很集中 佛羅里達已經變了 共和黨 不用想了 所以剩下 他在米歇根幾萬人集中在那裡 那幾萬票很重要的 是 所以 現在 喬治亞州那裡 就可以上訴 還有現在查那個 Fanny 是嗎? 查Fanny 動用那些什麼 競選金 是嗎? 是啊 他私人荷包 他有貨幣 他的貨幣是來的 真是 他說他在競選費那裡拿的 競選費那裡拿的 競選費那裡拿回家 是啊 拿回不給他情人 他手上有貨幣 那些 差不多可以說 沒什麼希望的了 他們搞不定 沒得搞的了 沒什麼看的了 但是他們自己 拿屎上身 或者周身毅 看他的毅咬成怎樣 那件事完了 差不多完了 跟著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些文件 普通文件那裡 那裡 玩完了 玩完了 還要追回FBI 還要 是 說他搞那些普通文件 改文件 改件 改件 家莊 是啊 是啊 薪造證據 看誰要坐牢 到時候就真是 咬回頭 特朗普應該要反告的 當然要的 今天出了什麼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這麼說 特朗普應該有權反告 反告 當然會 而且特朗普如果做了總統 上來立即設立即喊 應該要徹查這些人 徹查 專案徹查 是啊 現在唯一就是紐約那件事 是嗎 現在審了成都笑了 那件事我看不出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罪名搞不清了 搞不清罪名 現在上訴就立即散了 不是 他現在不在於上訴 不在乎上訴 他就在乎 你現在判了他說 你是罪犯 你是罪犯 每天逼他坐在那裡聽 不讓他選舉 不讓他競選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 就是說要上訴法庭 說要切法官 每天都做些很骯髒的 那些Stormy Daniels 自己當時 我都真的不看得了 叫做這麼骯髒的 那些都會有的 爛啊 簡直是爛 爛的 真是爛 很爛的 下山是爛 真是下流無恥 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 都說他們不對 老實說 反而這個我想起很好玩的事情 美國整人 你記不記得 九十年代末的時候 他們整克林頓 他是真的 拉維斯基 哇 出了一些Storm報告 誰知克林頓的民望 升到百分之七十多 就是大家 老百姓覺得 你人呢 很濕碎的一件事 那件事 濕碎到不濕碎 根本 實際當然 個個都有缺點的 我作為女人來說 我當然不會喜歡 那些很法律的男人 看下去 但是你如果 我又不是一個死胡胡 你總統人是人 那時候Pence說 Pence說 如果她老婆不去 她就不去 跟有女人吃飯的場合 那些是過了一份 那些過分 那些懶性人 那些假軍事 我就不喜歡 那種這麼假的政人 有這種缺點 而且當時她有名的花花公子 那你現在十八年的事情 拿回來這樣弄她 還有上次說她賠錢 那個女人 三十年以前 你講不清 這樣也有 大家明知道是弄她 所以就有些 真的像當年的Storm報告 克林頓出來 你看 老百姓有反彈的 那時候我們都很同情克林頓的 雖然說 對她老婆這樣是很不對的 但是呢 你這個事情 跟那個執政沒有關的 所以後來克林頓一路做下去 都算是一帆風順的 她可不可以 她已經是第二屆 她沒有什麼事情了 所以她做完之後 也是這樣 但是那些民望沒有跌 沒有跌 所以 真是很過分 這些事情 紐約那件也是 是 特朗普還有什麼案 差不多 差不多沒有了 沒有案 現在高院在講 那個所謂的確免權 那個 那個就是和1月6日有關 1月6日 是華盛頓那件案 那件案 就是我們上次也講過了 就是兩條 一個是擴免權 有了之後 她就沒有起訴 第二條是 所謂干擾政府程序那條 那條呢 那條呢 有350個1月6日的人被人起訴 就是看上去 最高法院說 不能用這條 又沒有了罪 沒有罪 就變成沒有定告的了 嗯 那就差不多了 如果這樣講 就沒有案了 還有那個Colorado那件 又說要DQ它 那件早就判了 最高不早就判了 哦 那件判了九比零判的 是 最高法院判的 是啊 九比零判的 所以想都不用想的 那些都已經過去了 這個都是法律奇蹟來的 這樣都辦不了它 是 你本來就無案 本來就不應該有 就是 有很多事情 你知道特朗普這樣說 1月6日之後 連保守派的媒體 保守派一起說他們暴亂 弄得他真的很厲害 然後一路看 你一路看過 2021年 即是那時候拜登上去 拜登上去的時候 一陣子搞到 不想通脹 大家想回頭 想回頭 想回頭 到2022年8月份 他們找了海湖莊園 找了他的家 美國的人 很多美國人說 是不是真的犯了很多罪 現在一路把這些事情弄出來 特朗普真是咸魚翻生 變成了真的給他機會洗白 差不多 這個 他一單一單這樣做 那些人開始對他有信心 先頭都有點懷疑 每個人都說沒有這麽多 每個人都以為 表面上他是犯了罪 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洗清了 一單一單都沒有了 老老實說 這些做大官一點 誰經得起人這樣去檢查 你想想拜登 只是查他的兒子 那些錢那些 就是不查他 我相信華盛頓的人 那些人隨便撿出來那些做過官 做過議員那些查 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人 總會查出這些問題來的 查不出那些 就是那些 清官清到 華盛頓可能還要多 撿出來查 當時 就是整特朗普那時候 說他的競選經理 在烏克蘭做生意 沒有註冊做外國代理人 就判了這七年 我知道有多少人做代理人 根本沒有登記 他要從中國遊說 那些大堆都有 是 真的 就是那些事情 哎 特朗普做生意 是真是厲害的人 他不用靠什麼 給台底錢 他不需要洗這些黑錢 如果不是老早被人供出來 他真的不需要 因為那些人 他的能力是挺高的 他就是搞定這個 他真的去搞定人 不是靠錢 靠和人和人和人打交道 這個 所以他真的沒有什麼需要犯罪 沒有什麼需要去賄賂人 嗯 所以不需要他 就是他又不是他的風格 是的 所以到現在他做房地產 紐約房地產界 這麼多黑社會在這裡 這樣也沒有被他查出什麼問題 你怎麼說 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不過我有一點點懷疑 紐約他後面 是有些人在後面 就是他年輕的時候 後面有人支持過他 就是有一點點 有人有人 就是 不是靠山 不過就是人家 就是看他年輕 什麼什麼什麼 美國有時候有些這樣的 他當時有些26歲 他父親嘛 他父親 他父親 不是這麼大財 他就跑到尼文哈頓 但是我估計 都有人支持他 應該 支持他 就是他很認識 那些 有些銀行 什麼什麼支持他 是 當時他跟紐約幾任市長都很好的 當時的紐約市長 是 是 他跟Dinkins 他跟再之前的紐約市長 他的關係都很好的 80年代的時候 他跟Dinkins關係都不錯 80年代那個叫做Lincey 還是 Lincey Lincey 所以在紐約他的地方很打得開 是 是 就是 現在 紐約真的 就是現在 我以為那個時候 我們看《Godfather》 那些人 現在差不多沒有什麼變 看下來的法官那些 全部被他們買起來了 就是 差不多整個教父那些電影 完全到現在 差不多六、七十年了 差不多了 還是同樣的 那幫法官 那時候 還有《Godfather》說 我有多少個法官 in my pocket 那些人說 你和我分享一下 那些法官 大家拿出來分享一下 現在差不多了 他們說 現在整套法律制度 都是被他們搞定的 全部 唉 這樣說 美國有些制度 就是 美國原來社會是自治 社會 高度自治 是 高度自治的社會 你的地區 地方 自己管理地方 所以它有很多法官 有時候法官都是選的 法官 檢察官 這樣選 靠人民監督 那你當時 你的鎮 你開始的制度 幾千人 幾百人 監督都很容易 現在整樓 有這些巨無霸 就成問題了 所以當時 這個是一百多年的問題 大量愛爾蘭人 過了去 自己 二十年左右開始 愛爾蘭人 是票多 立即 Termini Hall 把所有的官位 把所有的官位 然後有一種傳統下來 哪個集團 哪個去 真的 波士頓那時候也是 意大利區 那時候我看著 意大利區 愛爾蘭區 哪個區 那些人 因為你自己選上來的 大家動員拉票 你在波士頓那邊 Kennedy開始 愛爾蘭人 那些後藥 是很大的權力 結幫 我那時候80年代 那時候已經認識了 朱利安尼 那時候他做 做警察官 那個主控官 就是他 就是他把整個黑社會 整個黑社會 那些家族 他靠虧聽 偷聽他們說的電話 就拿回那條法律 那個RICO的法律出來用 就是大家叫做什麼 黑社會 結 就是犯罪集團 犯罪集團 是的 犯罪集團 就拿出來用 他真的給他搞定 整個紐約給他搞定 是他一個人的功勞 真的是大功勞 這個人 而且是意大利人 跟意大利人對著幹 真的不簡單 這個人 就是整個紐約的歷史很可惜 現在還變成這樣 應該特朗普 應該很有地位 那個時候 在曼哈頓是很有地位的 現在變成這樣 真的 有沒有機會反呢 你猜 紐約 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 你看 有時候拿不到特朗普說 我有機會 有機會回 紐約啊 是啊 紐約 你不知道啊 因為紐約還有上紐約州 那些很保守的地方 有些 就不知道那些人 這次會搞成這樣 而且是大量的民主黨的人 搬出了紐約嘛 民主黨都搬出了 搬去佛羅里達 搬了很多 白人搬出去了 白猶太人搬出去 猶太人搬出去 搬出去 搬出去佛羅里達 當時還挺擔心的 而且你去了投民主黨的衰 誰知道去了 那些人都還挺有感受的 Dissantis 商店都搬過來 紐約是很有趣的 我真的要查一句 我現在都開始明白 以前很多白人的 但是整整一下 那些白人呢 最早賺了錢之後就搬走 賺了錢之後搬走 所以就搬去佛羅里達 我記得有一次 你記得有卡尼基賀 演奏很出名的 卡尼基賀旁邊 有一道地方 人家看完show 他喝茶叫做Russian Tea House 你記不記得 我知道 整棟樓的 那老闆呢 那老闆呢 賺了錢 他說我整棟東西 拆了它 重新裝修過 搞了五年 搞了五年之後呢 沒有人來了 沒有了客 原來那些人都走了 那些人呢 原來紐約那些人 經常都滾動的 在這裡和大公司做了 做完之後呢 賺了一大筆錢 就搬走了 搬走了 去一些suburb 去一些農村地方住 舒服的嘛 紐約實際是不要住的 根本就 一架救箱車 搞到整個區都吵了 所以紐約不要住 變了那間店 裝修了一千多萬美金 沒有人去 慘了 那個和那個老闆呢 和在Central Park 那個又有一間餐廳的 Central Park不是有一間餐廳的 你記不記得嗎 有些演戲 又是一個老闆來的 那個又是 所以很奇怪的 紐約那個情況很奇怪 就算變了那幫白人走了 那些客人就永遠都不走 拿福利金 拿福利金就永遠不走 所以他們就投票了 他們可以結到幫 現在搬大量的非法移民進來 你看看下去怎樣 所以 不知道的 真的不知道的 下面 這些城市看了 這個城市一百多年以來 你看了多少變化 最初紐約是做貿易 做什麼 然後 萬哈登和人了 二十多塊 二十三塊錢買到下來的 那是浦島來的 你想想 到現在這個時代 一七十多年 八十多年的那個時 那些房子有的有錢 立即 現在的美的房子也是當時建的 是 大量的有錢人都搬來 downtown 就在那裡 即是五十多家 六十多家裡 那些房子呢 全部是當時的最大富豪住在那裡 後來整到20年代、30年代的時候 馬哈盾那個黑人區興起 哈林、哈林 哈林的文化興起都很快 當時黑人都很正經的人 結果想想到60年代以後 汽車越來越廣 那些人都搬到郊區不住在那裡 窮人都搬進去 50年代陸上 整個就是2000年之後 大量窮人搬進去 變成有錢人搬走了 但是公司留在那裡 你看到到今天這樣的情況 到現在一直在變的 城市一直在變的 所以公司在那裡的人做了一兩任 賺了錢就走了 就不是家來的 反而那些黑人就當他是家 整個紐約 他不會搬的嘛 他住的那些政府樓一直住下去的嘛 所以就現在看看 現在美國的城市整個人的住屋 又在那裡變化的了 現在我覺得美國現在是個劇烈的變化之中 下面的社區怎麼重新組合人會怎麼樣 就這幾年很關鍵的 我們看吧 不過看來這幾個市中心 我們剛才說的紐約 接著芝加哥 對 西加斯科 因為現在的人很多時候不用去 去寫字樓辦公 可能我看這幾個城市 出資都是衰的了 叫做中衰 就是要要中衰 就是這個城市中衰 因為沒有 不需要回來的 香港都是 香港都是大件事 香港這次說李嘉誠 建了一棟新的長江大廈 只有10%人入租而已 大鑊到飛機 還有這幫人呢 因為前幾年 每個都想著香港是金融中心的 每個都爭著建最漂亮的寫字樓 真是漂亮得世界級的 有幾間地產 每個都建一間最漂亮的 都在說一百億 一百億美金一間 每一間都怎知道現在都玩完了 現在香港根本 第一不是金融中心 那些都走了 那些投行都走了 跟投行有關的那些公司都走了 現在這幫人呢 原來那些錢是借回來的 就是建的那些樓是借回來的 在說那些大地產公司借回來的 完全走緊了 不要說完全不行了 那你真是說 未必頂得住的 因為他們背著那些 那些商場又玩完了 商場全部玩完了 現在那些事情都不流行了 而且香港沒有了那些豪客 以前大陸那些又發貪污發財 就來到香港亂買東西了 現在沒有了 現在來到香港 繞個圈就回去了 現在就是 我們這邊講一下美國 也有雙營的情況 那些人都回家做事了 就不上班了 那些家裡逼閘了 開始 以前家裡是回來睡覺的 晚上的 現在就變成家裡逼閘了 那些房子 就是住房 市場熱到什麼 死的 買房子就賺了 但是同時 寫字樓跌到傻了 是啊 寫字樓跌跌 華盛頓還在下跌 現在最大的生意 我看到一些人在討論 因為我不參與 但是我知道認識了很多人 在做什麼呢 將寫字樓改裝成為廁所 變成住宅 住宅 三藩市正在做 我們這邊都在做 我家裡旁邊有三棟樓改了 是 我看到 改得挺好 所以變成市中心真的玩完了 全世界的市中心都玩完了 因為你自己沒有人來上班 不需要回來 每天都開車回來上班 那裡整個市 這幾個市場可能將來沒得回來 所以我前兩星期有一篇文章出 就叫做網絡城市的興起 就是專門訪這個了 網絡城市 叫做網絡城市 網絡城市 沒有了市中心的了 沒有一單單的 登起的 在美國直接就新起了 現在新起很多的興起在外面 現在你走去阿拉巴馬那些這樣的地方 新的整個城市的人進去 你可以做世界上任何的工作差不多 就是文字工作 這樣就全個城市是網絡cover住的 去到哪裏都是高速網 沒有問題 包括那些運輸交通 現在Mask他們在做那些 就是那些自動駕駛車 自動駕駛的士 要吊駕駕駛就行了 不用買車 就是整個現在新設計這種城市 我40年前來美國認識了那個 叫做Ross Corolla 後來選總統的我 是啊 他死了了 他教我一件事 他那時候在搞什麼生意呢 就叫做virtual office virtual office 就是你現在在說這件事了 那時候在說40年前 那他在哪裏出來的 他在IBM出來的 在Texas是 Texas 他專門搞網絡的 IBM下面專門搞網絡 就是office和office之間的communication 那他就自己發明了一套東西 就是virtual office 你走進來就一坐下來就可以做事了 就變成你去到哪裡都可以做office 就沒有所謂的 沒有什麼牌子 後來他選總統這個都挺出名的 拿了19%的票 如果不是他選老保實還可以做一屆的 他搶了43年上去的 德州人來的 我那時候是德州見到他 他很想搞這件事 挺有意思的 後來現在已經變成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we work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了 we work 你知道了 we work 就是整棟樓 在寫字樓所有人都可以進去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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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演變了這件事 所以美國的過程很有趣 如果這樣看下去 那些所謂那些很忙的城市中心 就完了了 包括香港 香港很多因為那些寫字樓全部 日本人還是乖乖的天天上班 日本人沒有變不變的 天天乖乖的地上班 坐地鐵天天天在那裡上班 其他根本就是 歐洲 倫敦都是 倫敦的人已經開始一半天不上班了 現在DC的地鐵都兇了 這個現象挺有趣的 好 今天講到這裡 OK 好啊 星期日再見 OK 拜拜 拜拜